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发现不对劲 走上前去查看 发现飞机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三人顿时就慌了神 吓得赶紧就逃跑了 不料此时的飞机子竟然睁开了眼睛 露出了仇恨的目光 画面一转 飞机子死后没有人发现三姐妹的罪行 而珍珍如愿以偿的和小帅成了男女朋友 这天的晚上 珍珍正在洗澡 忽然飞机子从黑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 一把拽住了珍珍的头发 将她拖进了黑暗之中 听到动静的爱爱不放心 走到浴室去查看 刚走到门口 他忽然就感觉不对劲 低头一看 一团长长的头发缠住了爱爱的脚 不停的往里拽 爱爱害怕的抬头一看 发现死去的飞机子 居然从楼梯下爬了上来 一步步的向着自己逼近 爱爱吓得闭上眼睛 尖叫了起来 等她再睁开眼睛 飞机子和头发都消失了 她赶紧找到小帅和连连告诉大家飞机子回来了 而连连根本就不信邪 以为爱爱在和珍珍在搞恶作剧 大大咧咧的就去上厕所了 可她刚打开厕所的门 就被怒目圆珍的飞机子拖进厕所 消失不见了 伴随着尖叫声 小帅赶紧去查看 而此刻留在客厅里的爱爱却感觉到了异样 她看到镜子里的飞机子竟然冲着自己冷笑 随后飞机子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将她拖入了黑暗中 而小帅到了卫生间 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珍珍和连连 接着小帅回到了客厅 发现爱爱居然也不见了 感到是一头雾水 这些家伙难道都在搞恶作剧 正在疑惑的时候 她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我很难看吗 小帅随着声音到处查看 竟然在脚下看到了趴在地上的飞机子 接着在小帅的残叫声中 第一个故事就结束了 第二个故事 见到鬼 故事开始 飞机子的传说很快就传遍了校园 有两个好闺蜜 花花和莉莉在讨论飞机子时突发奇想 想要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鬼 随后两人按照网上的方法布置妥当 等到半夜十二点 两人在房间里点燃了蜡烛 在盛门水的盆里放入了毛线 再放入了神社里捡回来的树枝 然后对着一张破旧饭房的胡纸念动咒语 念了三遍以后 两人就盯着蜡烛目不转睛 据说这样鬼魂就能出现 就在这时 蜡烛忽然全部熄灭 整个屋子起黑一片 两人吓得尖叫了起来 莉莉赶紧就去开灯 然后对着坐在地上的花花说 刚才是怎么回事 而此时的花花却呆若目击 颤颤巍巍的说道 自己刚才看到有道黑影在蜡烛后一闪而过 而莉莉却说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 还说花花肯定是眼花了 说完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但接下来怪事就开始发生了 一个人在家的花花正准备洗澡时 忽然看到浴缸里都是血水 还放满了毛线 再定睛一看又什么都没有 但此时在暗处一双眼睛似乎在盯着花花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七天后 莉莉最近很担心 自己已经有七天没有看到花花了 打电话也不接 于是这天她来到了花花的家中找她 而花花家的门并没有关 莉莉推门走入 就被一股恶臭熏得头晕眼花 再一看 整个房间点满了蜡烛 而花花正一脸呆滞的盯着那张符纸一动不动 莉莉赶紧跑过去抢架符纸 问她怎么了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而花花则反问莉莉 那么可怕的东西真的看不到吗 莉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又闻到花花浑身恶臭 就要拉着她去洗澡 可花花死活都不肯去 说那个东西就在卫生间 太可怕了 莉莉没有办法 只好告诉了花花的父母 他们将花花带回了家中 然而又过了几天 莉莉听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 花花在一天深夜跑出了家门 遭遇了车祸去世了 难过的莉莉半夜来到了花花家的楼下面怀闺蜜 然而这时一个声音从她的身后传来 莉莉回头一看 飞机子就站在她的身后 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个故事 真实恶作剧 故事开始 这天刚刚当上实习主播的莉莉 跟着剧组来到了飞机子所在的学校 拍摄一个恶搞节目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国外恶作剧的那种 先是捉弄路人 最后在路人生气的时候 再告诉她是在拍节目 然而拍摄一开始 莉莉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本来是恶搞对象的短发姐和剧组工作人员 首欠男和首欠女 居然反过来捉弄起了莉莉 莉莉是强颜欢笑 就是不生气 不料三人竟然摁住了莉莉 用美工刀划破了她的胳膊 看着美美生气和疼痛的样子 导演开心的喊着节目成功 首欠男更是兴奋的大喊 真想有人这么捉弄自己 就在这时 听到这句话的美美忽然愣住了 然后突然站起来 勒住了首欠男的脖子 没过一会儿 首欠男就倒地不动了 导演一看慌了 赶紧跑过来查看 发现首欠男居然死了 导演质问美美 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让她活 然而美美根本不听解释 拿起美工刀直接就让导演领了盒饭 接着首欠女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开始疯狂的攻击摄影师 然后短发姐又不受控制的 拿起圆珠笔扎死了首欠女 然后对着镜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故事到此结束 第四个故事 一切的真相 故事开始 高中生圆脸妹因为没有考好 一个人在教室里难过 这时闺蜜唐唐过来安慰圆脸妹 不过这唐唐确实不会做思想工作 只是一味着顺着圆脸妹的话说 圆脸妹说自己不想上学了 唐唐就说好 那我也不上了 圆脸妹说自己不吃饭了 唐唐也说好 那我也不吃了 圆脸妹接着说自己想死 唐唐说好 我陪你一起死 呃 真是把人往死里的劝啊 那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圆脸妹从书包里掏出了美工刀和原规 问唐唐打算用什么自我了断 唐唐一看来真的 马上就怂了 赶紧就岔开了话题 圆脸妹恶狠狠的盯着唐唐 指责她就是那种劝别人别学习 自己却拼命学习的小人 就是为了看自己的笑话 唐唐有些心虚 齐身就要走 这时另一个同学小爱打来了电话 问唐唐在干嘛 唐唐说自己在陪圆脸妹聊天 然而小爱却说 唐唐你糊涂了 圆脸妹昨天晚上就跳楼自杀了 现在尸体还在那躺着呢 此时的唐唐也是蒙圈了 她慢慢的转过身去 发现圆脸妹就这么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 而神情也越来越诡异 眨眼间天突然变黑了 唐唐看到圆脸妹的身上 不断的网出冒雪 还不停的说着 唐唐唐唐咱们一起走吧 唐唐赶紧就跑出了教室 躲到了体育器材室 随后圆脸妹追了过来 唐唐壮着胆子站起身 大声斥责圆脸妹 说她肯定是在和小爱搞恶作剧 自己还有功课要做 根本没空陪你俩学渣玩 还说小爱也看不上圆脸妹 背地里说她又丑又胖 就不要丑人多作怪了 说着随手就抄起了一个网球 砸向了圆脸妹 然后转身就要走 谁知一个不留神 脚踩到了网球上 就这么给甩死了 圆脸妹看着唐唐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后说道 好姐妹 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系列故事 除了第一个和飞机子 有直接的关系 其他的基本没有飞机子什么事 但几个故事都和校园暴力 校园欺凌有关 而这些都是飞机子死亡 和化身为厉鬼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